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 你好 Hello Zella 你好 大家好 元醫生 最近我們經常提及過 九大致病因素 而我們的心境情緒 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一直以來以為這個概念 都是在西方的自然醫療裡面講及 原來其實這個概念 在中國在清末的時候 已經有人講及過這個概念 是的 大家都可能聽過節目 我們在過去也提及 德國有位醫生 一位腫瘤科醫生 Dr. Hamer 他創立一個叫做 German New Medicine 他說很多癌症的病人 病歷是可以查到 他過去有些情義 Dr. Hamer更厲害 原來他是用CT scan 可以把腦袋裡找到痕跡 他可以在你的CT scan裡面 看到腦袋痕跡的位置 告訴你 你身體在什麼地方會有癌症的 當然之前 我們大家都可以 很多人都在那個 在自然醫療裡面 或者在那個心心靈那裡 那個New Age那裡 我們都經常有講及 Louis Hay 都很得然的 都講及其實 很多身體的問題 肉體的病 背後都是有一個情意結的 所以很多人都有一種覺得 這些其實是西方的自然醫療 這種這樣的講法 這種這樣的領會 原來不是的 原來中國在清末的時候 有一位人 原來是一位農民 他提出這一類的學問 被人發現了出來 這位黃鳳兒 老先生 提及 在皇帝內經 其實都有講明 將一個人構成三種元素 就是 身 心 和性 性 在心 身體 和心之間 還有一個 之上 還有一個 性 即是說 生命由這三個層次 三個層次 或者三個元素 構成 黃帝內經 對於這個性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描述 只是含糊提及 但在概念上 其實不是很清晰 這位清末的黃鳳兒先生 將這個三點構成人的三個要素 反而講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 清末的時候 已經中國的人 已經體會到這件事 他說 要將這三個要素 對人的綜合作用 還有他最近 他各自所佔的比重 很清楚勾滑了出來 那麼他用一個稱 來譬如 這個性 心 和身 對人的作用 他說 人生命的三個元素裏面 每一個東西所佔的 那個權重 是不一樣的 嗯嗯嗯 他說 性 心 和身 三界 是有 有機 有機的聯合的統一 他說 體 即是身體的 人非三界 是不能生 身 是為物的根 而心 是為命根 而性 是為德根 運行起來 彼此要衣傳 相互制約 就不能分割 不過 在那個運用的時候 其實有主次輕重的分別 嗯嗯 那譬如說 你對身體方面做到百分之一百 即是你懂得食物 保養 運動 做得很多 但相對 對整個生命來說 原來只是佔了十個百分之 這麼少的 這麼少的 但如果對心那方面 亦都做到盡善盡美 都可能是佔得到四十個百分之 這樣 但如果將性那方面 我看到性情的性 做得好的話 其實可以佔到六十個百分之 即是說 如果你不管心和性 身體就算做到滿分 其實都不合格 哦 原來是這樣的 即是就算我們 日常的飲食習慣 我們做些很注重 其實可能都是得到十個百分之 睡覺啊 運動啊 喝水啊 其實你都做足了 但是呢 其實還是遠遠不足的 是 那應該要怎麼做呢 是啦 那他說呢 什麼叫做 勞傷肝恨傷心 他說呢 那他說呢 就是 在這個境界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 是 那我們過去呢 認識呢 所謂中也好 西也好 院代醫學也好 所謂治療也好 那 院代醫療也好 實際上呢 都是局限在身體方面 是 是 就是說呢 形而下的層次 而心呢 這個層次呢 都有所足及 但是對性這個層次 是根本沒有的 那這個 這個 這個作者呢 就他提及了 他說呢 原來是中醫 西醫也好 院代醫也好 都是講是 心和身 那個 心和身 但是性是 原來沒有怎麼說的 嗯 他說呢 心呢 就要影響身呢 就太過容易了 但是身 身體的身呢 要影響心呢 就要肺力一些 嗯 他說這個是物理上一種常識的 常識的概念來的 他說能量級別低呢 就影響能力級別高呢 是很困難的 是 但是能力級別高呢 就影響能力級別低呢 是相係比較輕易的事 他說實際上呢 身身體 是 心 和性呢 就是這一樣的 一種能力級別的關係來的 他用孔子的話說呢 形而上者為之道 形而下者為之氣 就是氣命的氣 性呢 就是這個度的 就是這個度的層次的工具來的 是上的 嗯 形而上是性 形而下是身 身體的身 那介乎它中間呢 就是心了 心的 那這個說法呢 實際上呢 我們除了要關心 心 和應該關注呢 是性 嗯 嗯 那 他說到心那方面 他說有一種 有種說法呢 就是 人心為危 道心為微 為精為一 沖則缺蹤 那麼這個層次呢 其實簡單來說呢 就是那些人呢 用心知道 心去比較清楚的 嗯 再簡單一點 在性這個層次呢 這位 這位鳳兒老先生呢 就介定得很清晰了 他將性呢 就分為三個層面 一個是天性 是 一個是秉性 嗯 OK 天性呢 是中醫的 陰陽的角度來看呢 是順陽 是無陰的 是致善的 而秉性呢 正好相反 是順陰 而無陽 是不善的 而雜性呢 就是後天的習慣養成 教育 貧困虛轉的影響呢 那麼這個所謂雜性呢 是有陰也有陽 有善也有惡 嗯 那麼天性呢 是順陽 好像太陽一樣呢 秉性呢 是順陰 好像烏魂一樣的 那麼人這個身體呢 也都要靠天性的陽光照射 才能夠呢 是承載我們這個正常的生命的 那麼就是說呢 如果受到秉性烏魂的遮蓋呢 天性的陽光呢 是沒有辦法照到身體了 那麼像大地拿不到陽光呢 是萬物就沒有辦法生長 而身得不到陽的照耀呢 很多疾病就會出現的了 那麼當然皇帝內邊呢 有很多講陽氣的內容 講到它對生命那麼重要 陽氣如果沒有正常的住所呢 人就會接受而不張 而這就說明了呢 生命呢 是對於陽氣的依賴的 是 那麼但是 陽氣的根本從哪裡來呢 其實實際上呢 是從本據的天性裡面而來的 而秉性呢 是妨礙天性的主人 因為秉性呢 是妨礙以後 天性的陽光呢 就是沒有辦法呢 是滋養照射我們的心 和身的 那麼 那麼 那麼但是 而秉性的形成呢 的表面形成呢 其實實際上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良的情緒 嗯 就是怒 恨 怨 怒 和煩 那麼大家知道呢 是 怒 傷 肝 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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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 痕 English 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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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個人如果有胃病 應該要看他是不是很容易就歡喜埋怨別人 我應該也走尋生活中這些因素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用這件事很重要呢 因為過去我們對於性 對我們容易發腸脾氣 壓根上沒有認識到原來對生命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反而我們吃菜的東西受到風寒 大家都很警惕 就算這個地方做到100分 只不過拿到10分 這個概念很重要 簡單來說情緒是諸毒之手 他完全不像披霜或者鶴頂熊 有毒藥的標籤 所以大家知道就不會碰他 但因為情緒是沒有標籤的 所以甚至乎可以說合情合理 合法地毒害別人 在我們鄉間有些理由說 他死都不知道怎麼死 其實幫助情緒方面 是再適合不過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原來他的身體 他的病是被他情緒弄死的 害死的 情緒的毒是害死他的 情緒是最大的漏 很多精氣神都會被他漏了 很多的德福 福德都被他漏了 所以我們很重要學習 控制我們的情緒 很多原因會引起疾病 但很多不同的原因會引起疾病 再用藥物治療 作用是非常之有限的 所以我們如果將我們的生命 交給用藥物是不對的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之大的誤區 藥物最多只能夠做到輔助作用 很多病是根本沒有辦法用藥來解決的 不單止藥物能夠治療 不單止是西醫能夠治療 過去我們常常把我們的康復 放在這些西藥、藥物 其實這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但我們只懂得搞這件事 用藥、用西藥去治療 當然我們徹底被洗腦 不是說我們要放棄西醫 我們要合理使用 西醫在這些急救、創傷等方面是適用的 但對於慢性病的絕症層面 作用是非常之有限的 病其實是一種現象 所以我一需要找到病的本質 才可以對症下藥、醫好疾病 反而病痛的反應是一個緣起的規律 我們的疾病是有很多條件共同構成的 我們只是拆電一個條件 就可以讓疾病走嗎? 就像我們一樣 如果我想另一輛汽車開不動 我們不需要整輛車爆破它 只要我把車裡面的一個輪子 拆掉 或者把油管拆掉 它就走不了 所以這樣說 白病生於情緒 而情緒好像一個假象 其實它是來源對我們生活中所產生的事情 是賦予一些意義的 譬如我們說 之所以對愛不能釋懷 也有很多知 舊愛不能釋懷 之所以又會自怨自哀 部分原因是因為自己在分手 或者在悲劇產生之後 我們經常不能夠重新執拾自己的身份 忘記了心心靈的和諧 那陷入了這些消極能量 就無法自拔了 那將注意力只是集中在別人身上 是白白將自己的能量浪費在那些人那裡 那譬如很多來說 很明顯我們為了過去的事 花費太多能量 留在現在的生活 創造行動所用的能量 就因此會減少的 例如你和一個人 可能打了長膠 搶醜了一輪 可能是一個誤會 就等於我們一個十五磅的啞鈴 你想像呢 如果啞鈴繼續 裝在我們身體的口袋裡面 去上班 雖然我們努力想事而不見 但其實沒有辦法 一個重擔都是這樣的 沒錯 當你走路的時候 要撞在床上 撞在牆壁那裡 叮噹啪啪啪啪 坐的時候 它可能撞在那張椅子上 起床上 好像覺得自己拖著自己的衣服 只要它讓在我們的口袋 其實我們不能夠 忽量這個應該劈走的啞鈴 它會消耗我們的能量 同時吸引我們的關注 所以為什麼不選擇放下啞鈴呢 讓自己輕鬆呢 如果無法一步到位消除情緒 其實大家可以上下用以下的九種方法 一一除肝 這是很重要的 大家也會經歷過 那你怎樣去做呢 第一 傾訴 熟的人 傾訴是一個很重要的 當然 我們都在現代 很多時候 找一些心理輔導 或者心理學家 很多時候說幾言 這是一種傾訴的方法 第二就是迴避它 即是你既然是不好的東西 你不需要再去接觸它 能夠迴避 是盡量去迴避 第三 借助運動 OK 當你的身體全面在運動的期間 你的心境是會開朗的 我也知道 現在我們所謂的endorphin 內地的endorphin 運動是會令身體 產生這種內部的荷爾蒙 令我們有種很愉快的感覺 第四就是娛樂 也都看到 現在娛樂是一個這麼大的事業 其實很多人 其實是幫過很多人的 是 沒錯 第五就是想得開 OK 還有最後呢 大陸是想一些適合自己的方法 即是有些事情 我們跟前幾 最近都有講過 很多時候呢 我們做事呢 就是用自己的想法 有些是適合自己的 你就去做 如果是不適合自己的 就不要強硬去應用 沒錯 你看到別人怎樣也好 其實呢 是未必適合你的 是 第七呢 換位思考 這個其實很重要的 嗯 即是有時候你覺得對方 是很無理取鬧的 但有時候呢 我們想一下呢 如果你是他的對方 即是所謂在他那雙鞋 在他那個位置呢 是 其實你看的東西是會不同了的 嗯 那麼去嘗試一下呢 有時候呢 你換位思考呢 會令到你呢 對整件事的那個觀點 是會改變的 那麼第八就放低它 是不是 即是有些改不了的東西 放得下 那麼最後呢 就提高自己的境界 這個是性的 我們這個情緒呢 其實呢 是這麼重要 對我們的健康 是這麼加這麼重要的 如果你的這方面 就是管治得不好呢 處理得不好呢 其實這個身體呢 是做什麼都都是 即是都是救不回的 是 好了 那量子物理 就像我所說的 它每一個帶著負電的電子 它一定有匹配的正電子 而美好的心情呢 是會吸引美好的事物 美好的心情呢 會有很高的能量級別 能夠量身體呢 深深陀懈的健康的 即是換句話來說呢 如果一件事呢 看上去好像是很壞的 但是呢 在其中呢 是一定有很好的事 即是每件事 每件事都是 是都有兩邊的 一定是有的 即是你覺得很壞 一件壞事發生在你身上呢 其實呢 它也都可能這個經驗 是將你提升的 是 即是你一個人 從來沒有任何經歷的 即是你那個情緒 那個能量呢 是很膚淺的 那當然你遇到一些 是傷害過你的情緒 或者對你 是壓得很低的情緒呢 你去得低呢 但是你也知道 可以去得更加高的 那所以呢 你記住 每件壞事呢 其實都有 極壞的時候 都有極好過一面的 那些萬物呢 就沒有什麼所謂 是很壞的 我們只是在價值觀上面呢 用情緒的升起呢 那繼而傷害了自己 和其他人 其實沒有什麼叫 真的壞不壞的 沒有一件事呢 對我們都可以有利的 唯一的問題呢 我們自己呢 是不是願意呢 是開闊的心胸呢 去改變去發現 我們要進行 整個生命的乾坤大移動 是轉換到 是一片的新的天地 OK 那就是說 世界上的疾病呢 其實真真正正呢 10%是外感 是環境因素 20%是我們的飲食習慣 生活習慣 而竟然70%是因為情緒 是 OK 那所以呢 如果要愛惜自己的生命呢 最好的方式 就不是所謂 只是表面的 物質上的身體上的養生 是控制自己的情緒 哇 真的講得很好 原來在清末的時候 這位老先生呢 已經將我們那個 人那個構造 那個思想 那個情緒那邊呢 分析得這麼仔細的 那就是以後 如果我們除了要做好 我們自己的生活習慣 管理好了 我們的健康 其實呢 都很重要的 對於管理我們的情緒 所以為什麼 我們在那個 九大戰病原因裡面呢 第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那個 就是要排除 這些負面的情緒 那些事情 如果日常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 跟著這個方面 可以怎樣 一些方法做一下 或者是 你的處理的病人 那方面會怎樣 所以大家要了解 當一個病人呢 他的病是 經常都沒有 搞來搞都搞不好呢 那你要開始呢 是要去探討一下 病人的本身 那個情緒 就是那個EQ 去到哪裏 那我剛才所和大家所說 傾訴 回避他 不好的事情 不要再去想 做運動 當然適當的娛樂 就是把心情 就是那個 就是拉開他 想得開 自己做自己 適合自己的 有些是自己 不適合你的 就是不是你的東西 你就不用去 就是找你自己 自己適合做的事情 換位而思想 就是想一下對方 如果你是對方的 那個處境 你會怎樣想呢 最後就放得開 還有記得 提高自己的境界 那這個是一個 好好實在 是竟然是 身體的健康 是在這一方面 是佔一個 很大的因素的 好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聽眾 聽完了這一集之後 再真正正去體驗一下 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緒方面 而達到真真正正的健康 OK 好 多謝完醫生今天和我們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完醫生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完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